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基本的模态窗口 然后这种带滚动条的 这个是一个长的 就这个意思 然后你挑一个 就是说咱们点一下 谈个框 就是模态窗口 模态窗口里面放东西 对不对 然后选中那个菜单 再把它怎么样 放到这里面 对了吧 再提交不就把副 附级频道就绑上了吗 是不是这个效果 达到这一步就行了 这就很简单了 那我们就来看 那模态窗口怎么弄出来 怎么弄 Component-based-model Component-based-model 对吧 在这里 好 咱们就弄一个 Basic Demo 基本的啊 简单的 走一个 Basic Demo 然后旁边有一个 这个启动 对吧 那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按钮 对不对 这个按钮会触发摩太窗口 是不是这样子的 这后面是自经营属性 我们是不是只要把后面两句话 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复制一下 复制到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到表单啊 复制到表单 这个 也就点这个import的时候 对吧 弹一个框出来就可以了 那它有一个data target tata什么意思啊 目标 目标又是sharp 又是这个的 那肯定是个ID 一看就是个ID 说明怎么样 说明它下面肯定有一个ID 为这个的 DIV 对吧 找一下 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个DIV啊 class叫model fade 那个叫什么 弹入弹出效果 对吧 ID叫这个 说明这就是那个摩太窗口 你看摩太的title内容 是吧 那么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复制放到哪呢 放到页面最下面 我们可以格式化一下啊 格式化一下 格式化 复制 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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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没有 第二位 对吧 哦 这样这样看的话 这样看的话 还行吧 先试一下啊 粘贴 好就这样 然后呢 然后就测试一下效果 对吧 编译一下 刷新一下 点一下 是不是啊 来了吧 哎呦 框了吗 对不对 有框了就行了啊 好 然后改改字 这叫啥 复集频道 对不对 复集频道 嗯 那这是内容 包的内容 对吧 P不要嘛 删掉 好 这个是关闭 对吧 先这样 然后编一下 重载一下 点一下 对了吧 哎 然后 然后再往这里面 放什么东西啊 这里面放什么 就是放那个 咱们的频道列表 对不对 放咱们的频道列表 对吧 那怎么放呢 咱们是一个菜单 菜单多集的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树状 对吧 那为了寻求风格统一 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去找 有没有 树心菜单 是这个意思吧 咱们去找一个树心菜单 看有没有树心菜单啊 Treeview Treeview 是不是 树心菜单吧 那不就来了一个树吗 对吧 啊 还有我再额外说 说一句啊 因为我们去选用这些插件 这接块的插件也好 对吧 不是有那个Ztree吗 或者说是那个BoseTreeview插件也好 对不对 反正呢 它这个代码啊 什么东西都在这里 实在再不计再不计 百度也能查到相关资料 对吧 你一定要能掌握一个技能 就是无论什么东西 它只要东西给你用了 你反正就要靠自己的能力 能把它用上 啊 明白吧 要有要达到这个水平啊 那我们就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管上 能不能把它管上 反正就是不同风格嘛 咱们就用最简单的啊 基础的树 那因为我是Botstriple的框架 所以我肯定希望我的 里面的这个树 是风格 就是风格和我整站是统一的 我是希望这样啊 但是有的时候你说 哎呀 这个太难用了 不会用 但是Ztree比较简单 那你非要放Ztree 也没关系 对不对啊 无所谓啊 实现效果就行啊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BaseTreeView TreeView TreeTree 这里 BaseTree 好 这是BaseTree 这里 MTreeE TreeDemo Z就是那个Tree 是不是啊 Z就是那棵树 对吧 你把它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然后放到包的里 编一下 看看效果 你看我做东西的时候啊 我都是直接复制在天 看效果 然后再研究怎么用 对不对 所见即所得嘛 对吧 先看到效果再说啊 慢慢看有没有效果啊 下载一下 点它 哎 怎么样 效果其实是有的 对不对 但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吧 说明什么 按照它的尿性 按照这个模板的尿性 肯定在最下面有一个什么 JS 是吧 把这个JS复制一下 咱把这JS引用一下 引用一下 嗯 嗯 sats demo custom components base preview 对了吧 复制一下 src 啊不是src啊 script src 粘贴 tip type 这个JS script 是吧 编一下 再看一下效果 点一下 哎 可以 可以吧 那不就来了吗 对不对 那下一步干什么呢 把我们的数据 放进去 是这个意思吧 把咱们的数据放进去 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咱们来试试看 咱们来放进去啊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triview里 大概长什么样子啊 代码打开 那这是这个triview 你看啊 人家都是用的这个 叫做函数对象 对吧 demo 123456 啊 其实就是那个triview 那个页面的demo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只需要一个 就可以了呀 我们只需要一个啊 我们需要哪一个呢 我们这个ID叫mtree1 是不是啊 那他肯定是1到6了呀 你看这个名字 哎 你看mtree6 嗯 mtree5 对不对 所以 人家代码就写在这里 例子就放在这里 正常情况下 看看代码 理论上就 就怎么样 就会写 实际上都是这样子的 对吧 你出去工作以后呢 不就是别人代码 也是写成这个样子吗 然后你要学会抄别人代码 知道吧 这个技能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技能 这个能力 这是个能力 好 那咱们就是mtree1 对不对 是不是这段代码就可以了 那这段代码就可以的话呢 咱把它提起出来 按照之前的这个套路啊 我们放到apps里面 js 不是有个database datatable了吗 咱们跟它一样 建一个square的 叫什么treeview treeview对吧 好 咱们就建一个函数对象 treeview 可以吧 可以吧 treeview 然后呢 咱们要初始化这个tree 对吧 初始化这个tree we are handle init tree 初始化这个tree 怎么初始化呢 怎么初始化 是不是把人代码复制一下 是不是讲初始化 这就初始化了 是这意思吧 好 然后呢 写一个return 一个公共函数 就叫init 调用handle init tree 是吧 然后接query 括号 document 点ready function treeview 点init 可以了吗 好 然后我们再回到页面 这就不要了 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那我额外再插一句嘴 像这种写法 像我这样写 说实在的 其实一点都不通用 对不对 但我不是说过 重构原则吗 对不对 事不过三 三则重构 对吧 有个重构原则 还有什么提取方法 还有什么面向对象式原则 你不着急 我说了 你写第一次的时候 你别管 对不对 无所谓 反正效果出来就可以了 什么通用不通用 好不好 无所谓 你别管它 然后到后面写的时候 你发现不止一个催的时候 你再去考虑 这个通用的问题 对不对 你才好考虑 你想那么多没意义 像前面那个datetable 你看 我这个datetable 很显然 我不带分页的 那我后面的datetable 要不要分页呢 很明显要 对不对 但是你第一次写datetable的时候 你不用去管它 你等到写第二个datetable 需要分页的时候 我们这里再去怎么样 优化它 是不是 再去让它通用 如果只有一个的话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去做这种事情 不要浪费时间 到那个时间点 自然就会做 好吧 知道这个 那我们就编译一下 看看效果 行不行 重新加载 点一下 可以的 对吧 可以的 好 然后就是 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了 它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是怎么弄的 你看 这里是个UL 这一个LI 两个LI 说明什么 你看它这里的值 叫rote node rote node肯定是根节点的意思 对不对 rote是根 根节点下面还有ULL 说明这个是子节点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效果 这是rote node 然后下面是子节点 是这样子的 对了吧 那这个时候呢 说明有两个根节点 是吧 这是一个根节点 这是一个根节点 两个根节点 说明这两个LI 就是根节点 这两个LI 就是根节点 那我现在呢 只有一级 我还没到二级 所以我不处理二级 我只处理一级 我只处理一级的话 我只要能便利出LI 就可以了 那你再看这里 什么data-gs3 什么slackt的2 就代表它默认是选中的 你看它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它包括这里的什么 icon啊 open的 等于cho 什么鬼的 对不对 就等于是 它可以用这个gs3 它可以带这个字定义属性 然后通过那个 叫什么 就是那个插件 来做相应的 初始化的配置 等 那这个是gs3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插件 就叫gs3 对不对 是吧 这个插件就叫gs3 那从这里看不出来的话 我们从gs来看 你看这里 对吧 它叫gs3 说明这个插件叫gs3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不太会用这个插件的话 怎么办 是不是百度一下gs3 那你看是不是有这个插件 我让你不太会用这个插件 请不见